臺灣的能源部長級的會議 我們能源部長級的會議 那這個會議主要就是在關心整個 在能源部長級會議在探討 整個LNG的攻跟西的一個問題 那我在這個場合 我昨天我起來報告一下 整個臺灣在能源轉型這一塊 未來我們因應我們2025 臺灣人要來做能源轉型 要能源轉型呢 我們過去臺灣的能源自主能源 只有2% 那我們這一次下定很大的決心 我們把這一個所謂的 再生能源這一塊 我們提高到20% 自主能源2%提高到20% 那把這一個自主能源提高這樣 就是也能過來怎麼樣 從國安的考量 因為能源自主度一定要一定的比例 以及呢這20% 在再生能源所帶有的意義 我們所有的產品 是一個外銷導向的一個機器 那外銷導向可以看到 我們未來外銷的產品 我們整個的生產履歷 一定要有所謂的從利益方面 會來被要求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的再生能源 提了這個20% 也是來呼應這個 全球節育健碳 我們這一個所謂的 利色用鏈利色生產 這個是一個國際的歧視 那緊接著呢 我們要速度的 要維持我們所謂的 燃眠發電的比例 因為從政府來說的話 我們也要把目前 大概43% 我們把它減到30% 從環保、節能、健康的考量 那再來最重要的就是 LNG 我們要把它提高到 現在30%要提高到 我們未來202550% 那這50% 那就是LNG的部分 我在昨天的大會上 希望APIC的會 我希望能夠提供 穩定的LNG給我們 讓我們能夠在 這個能源轉型能夠順利 那相對的 台灣也要迎接這樣 我們做了幾件事情 我們的再生人也會達到 未來2025的20% 我們呢 有這一個所謂的 我們太陽母的部分 未來發電的話 要往到2020 2025有20億萬 這樣的一個專注容量 那這個專注容量呢 那我們 朝兩個方向來走 第一個就是 我們太陽母就是朝 所謂的 屋頂型的 這些 太陽母 那屋頂型就是包括 要製造 以及 我們年期的工廠 的屋頂 來專注太陽母 那這個部分 大概有3億萬萬 3億萬萬 就是3000億萬萬 那再來 我們的 這一個 地面型的部分 大概有17億萬萬 所以未來 我們在太陽母的部分 到2020 2025年有20億萬萬 這樣的一個專注的容量 那要達到這樣 我們呢 可以說 短期 在109年 2020年 大概 我們有一個 所謂的 這個 再生人員的一個 目標 再生人員的目標 那 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我們太陽母的部分 也透過 這樣的一個 競標的機制 我們現在太陽母在收獲的 電價的部分 透過 競標 我們 太陽母的收獲電價 一度 大概呢 大概 2.2 也是低於 平均電價 我們現在談的平均電價 2.6 那 緊接著呢 就 談到 我們再生人員 另外一塊 就是 紅米花店 紅米花店 紅米花店在台灣的 錄意的部分 西亞岸 大海裝置 就差不多了 那 但是呢 歐秀這一塊 大的基礎這一塊 對台灣來說是 剛開始 那剛開始的話 我們離岸風店 我也跑了到 我們的歐洲幾個國家去參謀 過去同仁在跟我 檢報的時候 在市面上看的檢報 跟實力到建廠去看 那是有偏然之類的 因為過去我們是從事 生產製造企業 但是呢 離岸風店 這個歐秀的 這些大家伙 都是屬於 重機線 重建工程 所以可以看到呢 他 分為 有幾件事情 一個就是 風機 這個風機呢 這麼大的 大家伙 風機 彈架 然後風機 底下要把他 撞在 海上 那個海事工程 還有水下基礎 那這些都是團戰 那我到了丹麥 去走了一趟回來 我就 下了會議黨 另外給中剛 跟董事黨 以前的那個 送主委委員長說 我 下禮拜到 日本的行政 不是在東進盤 是一定要到 通常進盤 進到生產工廣計劃 才知道 我們怎麼來 發展這個產業 因為 我們2025年 我們大概 5.5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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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一個 壯著的容量 那這5.5GHz 壯著的容量 我們有兩個 策略失誤 第一個 我們呢 一定要讓這個產業 國際的開花商 要你把資金技術 帶到台灣來 我們比照 歐洲的國家 也是要 要合理的 度過代價 收穫代價 否則的話 這些開花商 因為 剛開始的話 產業沒有Ready 一挖刷球沒有Ready 我們的這些碼頭 碼頭包括水下基礎碼頭 重建碼頭 亦轉回物碼頭 這些沒有Ready的話 那開花商 POSE RISC 所以呢 會參照 國際 各國的這些 度過代價的行情 那像 因我來說的話 他剛開始也是一樣 平均這幾年下來 他的度過代價 一度的話 是 5.7GHz 德國 是5.1GHz 是前十二年的平均 那我們台灣是5.8GHz 那我們離境的智能 是9.8GHz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 擬了一個 合理的度過代價 那這個度過代價 擬出來後 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 就是讓這些外商 看到有合理的 一個 風險的考量的 這個成本在裡面 他願意把資金跟技術 帶到台灣來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全球所有的工廠的大開發商 全部都到台灣來 然後第二個任務 我們要求 他呢 一定要 跟我們來練習 現實化 把技術 來移轉給我們的 廠商 那通過這樣下來 這一次呢 我們通過整個的 策略規劃 我們的所有的 國際開發商 第一名 能夠分配 這一個 三零五一大 的容量 40% 第二名 30% 第三名 20% 第四名 10% 所以 就是一個 怎麼樣 這一個 分配的 這些容量 都很輕 所以這些 國際大體 都很安心 也就是一個 恐怖平衡 也就是一個 分散 風針 你如果給一個獨家 那這一家廠商一定的 沒辦法 如其如主 所以我們把它規劃 用國際大體 每一家 都怎麼樣 戰戰兢兢 那這個就是 我們贏家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透過這樣 現在這些 國際大體 都很忙 來跟我們 國內的廠商 來洽訪 大家 行的一個 這類的 那這個車類人們的目的是 做什麼 我們就是 希望 因為 歐洲的 風采 條件 沒有地震 沒有台灣 台灣 亞太地基 是 台歐跟地震 很高的地方 所以 這個基礎 還是一樣 要在這裡 要做 所以國際大廠 都跟台灣 好好的合作 一起打什麼 亞太國際是打 那現在呢 我去辦公廠 他說 你為什麼把台灣 當作 亞太人基地 他說 台灣的 政策很清楚 躲過電價 合理 我說我以後 隨時會降 我說我馬上要公安競價 結果 那出來的前一天 禮拜五 阿朗斯出來 競價結果 一度電 兩塊二 兩塊五 兩塊五 都低 我們現在 拼金電價 所以 媒體說 這個 降 很漂亮 看到 將來 有美好 看到台灣的 能源轉型的 新希望 國際大廠 他對台灣有信心 把資金技術 而且反映在 亞太市場 這樣 所以這個 一個是指標性的 一個 意義 也讓我們 很放心 本來我們怕 壟斷 但是 可以看到 我們呢 堵購電價 讓 國際大廠 電力碼資金技術 帶來又跟我們 本來這是 國產化 然後我們又 一個競價 拿了大概 1.6 1.8吋的競價 那這個競價 瞭解台灣 這個亞太地區的 行情 讓 售貨電價 不要太高 要合理化 讓我們的用戶 是最大的 人家 透過這樣的技術 這樣整個策略規劃下來 這一次呢 在 所謂的 再生能源的 後裕這一塊 這一戰 也打得很漂亮 本來大家說 這個 所謂的 敵岸風電 是 貴電 貴不貴 現在 開票出來之後 這個價錢 低 我們的 這一個所謂的符合 現在英國也開出來 是兩塊多 我們也是兩塊多 我們跟國際同步 所以大家就沒有挖牆 消除大家的疑慮跟困難 那 這個地方 可以看得到 這個部分 是在所謂的 我們的 能源轉型費 第一個 關鍵 再生能源這一塊 那 再生能源這一塊 完了以後 我們的 南面的基礎 我們也考慮到 就是從 環境的保護 國人的健康的考量 我們用的是 最先進的 超超零件的基礎 所謂超超零件的基礎 就是 同樣的 煤的用量 發出來的 變得度是比較高 43%的效率 這個是在 所謂的燃煤的部分 那 燃氣的部分 可以看到呢 我們現在 整備 在 這一個 我們 桃園地區 整備來蓋 這個第三接收站 第三接收站出來以後 我們準備解決 我們 大唐 所謂的 八 九號 十號 這三個 comment cycle 不喜歡基礎的燃氣的用量 然後 我們北部的話 邪惡電廠 那邊 排電 也要自建一個接收站 來解決 北部燃氣機組的用量 那 為了解決 我們台中 我們 台中的鄉親 希望 台中火力 十部 五十萬的機組 給他們壓力很大 所以 政府也看到 也規劃 在台中的火力 電廠旁邊 有兩部 這一個所謂的 comment cycle 的燃氣機組 那這部份 會在台中港這邊 來把他建築起來 那南部 新檔電廠 相信也是 我們秋冬季節 可能呢 在整個指暴 空氣指暴有壓力 所以我們在新檔電廠 也加了 一百三十萬千萬的 這些 航班賽口的 復興亂機組 兩部 所以透過這樣的一個 整體規劃 能力的轉型 可以讓我們工商企業界 大家 安息 放心 我在要出來的 在那個禮拜的禮拜四 我到 建國商業總會去跟他們報告 電力的供應 結果他們就欺負了說 喔 原來是這樣 他們就是把所謂長期冬湯 跟今年 大家在網裡說 那今年的電 會不會很切電 那我就跟他講說 今年呢 本來是沒有問題 但是因為七年底 大家關心的就是 中部的空氣平均不好 那我們 台中市政委提起到 台中的鄉親 把這個 升免減量 升免減量 四分之一 所以 造成 我們的機組 可以發電 影響到 45萬億 45億度 的發電量 然後 高雄的鄉親也說 因為 秋冬季節 指抱的這些壓力 也一樣 我們回應 然後我們的鄉親 我們把秋冬季節 燃眠的用量 也把它減少 所以少了 16億度 45億度 加16億度 就 60億度 就是有機組 但是 減免 所以不能發電 所以大家 緊張 但是呢 政府有責任 要把這件事情 一定要克服 所以我就要求 我們台內的同仁 怎麼樣 要供給時間 把現在的機組 要做好 維護管理 運算中的 再來 大修的機組 就是 五月以前 還沒有到 夏季監督的時候 機組該大修 就趕快大修 到我們五月 六月城 所有的機組 全部規會 以及 我們下班 還有 這一個所謂的 林口三號機 會上來 以及 我們的通宵 二號機 也會上來 我們的 大林 我們的二號機 也會上來 這些 八十萬 九十萬 八十萬 你看到 兩百五十萬的 裝置容量 千萬的機組 就上來 所以呢 我們現在的 reserve capacity ratio 備轉容量 六% 六% 一%是三十六萬 三十六萬乘六 你知道嗎 兩百一十六萬 千萬的裝置容量 這兩百一十六萬 這個千萬的裝置容量 所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就是在備輪的機組 的容量 就是 核能的大機組 一百萬的有兩部 在備輪 或者是火力的機組 五十萬的有四部 那代表什麼呢 萬一 如果夏天 我們的鍋爐 我們的爐管破壞 一台機組少掉五十萬 我們還有剩三部 所以這樣大家就比較放心 我就跟大家講完了以後 大家就說 咦 那這樣 我們的核能核四的部位 就先暫時不要困 他說他們也會怕 我說怕 他說核島圖災 他們來立立戰力 因為這個核島圖災 大家立立戰力 第二個 是什麼呢 談到核能 新的基督要在啟動的話 要面對的就是 核會要 大家都一樣 大家都一樣 結果我們把它丟在哪裡 哪裡的鄉親給在 抗議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一定要同理心來看待 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就是要去做能源轉型的工作 所以我們就是有所謂的 2025歸尾加園 這樣的一個政策目標 就是到2025年 我們現有的基礎 合一、合二、合三 如其除異 就是時間到就讓它除異 然後我們就把 我們能源轉型這個計畫 整個就把它做上一個新的態勢 我們就是我們的再生能源20% 我們的燃源30% 我們的燃氣50% 然後我們進入新的一個企業 那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讓我們能源的一個轉型 一個新的開始 也讓大家能來安心 這個能源的部分 是一個 投資者最在意的 一個優質的投資環境 就是 穩定的供電 穩定的供水 還有土地 還有人產 還有切工 這五千 全部要進行 所以這個部分可以說 那一展上來囉 第一個 到各個部位提示 就到經濟部來 第一個 就關心 台灣的投資環境 來回應我們產業界 五千 政府要怎麼解決 讓我們產業界放棄 所以這個部分 你現在是院長 都定期連環 來review 這些土地有沒有約定 要從投資者的角度 投資者的角度 就像現在的大力觀要投資 就是 我們現在的 比級黨已經跑 台中已經跑了兩次了 那這個禮拜五 還是禮拜五 禮拜佑 我們國外會 我們陳之偉 要再來召開協改會 我們的大力觀 他本身 可以跑出來 土地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呢 是在大家關心的能源轉型這一塊 那緊接著呢 就是所謂的產業轉型 產業轉型 過去我們在IT產業代購上 已經有一個階段的一個成果出來 也完成階段性的任務 但是可以看到 剛剛我提到的這些 Cloud Computing IoT 以及 Big Data AI 這些智慧化的科技 起來啦 智慧時代來臨 產業如何來應應 那可以看得到 我請幾個例子 讓我們產業界來感受一下 過去台灣的自行車 台灣的自行車 我們是生產王國 但是中國大陸起來以後 我們的生產王國呢 就被期待掉 那時候我們台灣有一個叫做 紀大吉安科 我們的劉津鑑 劉津鑑 我們都叫他叫 彪哥 自行車主 還有 我們的 這個美利達在彰化 這個彪哥是在台中的大獎 這一個 我們的 這一個 曾董市長 他的 兩位 這個所謂的 產業的 典範企業 他們這個 台灣 面對他怎麼轉型 結果他們兩個就 搶一家 結婚 把 上來欠最優勢的 組成一個 AD AD 然後呢 從來這開始 往 高階自行車走 所以 台灣的自行車就往 高階自行車走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的自行車是 前求高階自行車請處於德國 我們是第二位 第二位 那我們現在 向 潔安哥 他的高階自行車的 單價 平均單價又高於德國的平均單價 齁 那這個轉型完了以後 那現在呢可以看到 我們的自行車 我們的標哥在騎自行車 到 一些 國家去騎自行車 日本朋友 租衣演 還有 他們的這些 地方的首長的看 他說 跟台灣的 建設的標哥騎自行車 我們標哥 在其中另外一個從 Utility 我們可以看到台灣你們到台灣去 台北市有沒有看到 U-mike U-mike 呢 又帶來一波 Utility 的支援服務的需求出來 那這支援服務需求出來以後呢 就代表台灣的製造業服務化 製造業服務化 服務化種 那像這一種呢 製造業服務化 那就是很重要就是要 Festback 跟無能穿 那就在台灣製造業服務 製造業服務化才發現什麼 發現我們的自行者有一天 標本跟高官講說 製造業服務化 自行者的製造業服務化 製造業服務化 通過 Big Data 去查出來 公里市是台灣公里市的這個前導 造山山的公里市 那過去我們不知道 Utility 真的是 一天使用力那麼高 然後我就要去造出 我們的鏈條的材質 以及鏈條的這個所謂的 在處理方面 熱處理的技術 全部都要一起調整 不像我們在家裡 各種的休閒用 這個是 Utility 用 一天的周轉力很高 那這是 Hardware 的問題 第二個 說的 有一天報紙說 U-Bike 主能租車不能還車 就是那個 database 太小了 MIS 太小了 那這個如果沒有在台灣 Real Train 你交到國外去 就跟我們那個車牌有沒有 出自己以後要再招回 那就麻煩 這個就可以看出 我們傳統自行車 我們在升級轉型 從 D 街往高街 往柱上面的服務化 再重 那現在在跟大家報告 跟大家息息相關的 機車的環火 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家裡出現了一個講 Go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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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家 這一個 電動機車 那這家機車呢 這一位 就是 過濟 是 Microsoft X86 的總監 然後來 HDT 開挖手機 那時候是幾個核心的創法 然後他自己跳出來 開挖 這一個 GoPro 這個品牌 電動機車 那電動機車呢 你可以看到了 他就講說 我不是在賣電動機車 我是提供自衛化服務 自衛化服務 你可以看到了 一個電動機車的電池 要四萬塊 這個四萬塊如果再反應到 機車下去六萬塊加四萬塊 要十萬塊 那這樣子買不起 所以這個老兄弟呢 他 腦筋轉得快 他就輪出一個 迷你馬虎 創新服務 這個電池呢 又知人 又交換 所以你就不必負擔那十萬塊 然後呢 你每次去交換一次的話 就一次的機會 就是等你在加油一樣 油車在加油一樣 那你會不會痛 不會痛 而且呢 裡面 通過幣給他 大數據分析 掌握你所有的消費者的行為模式 然後呢 你在哪一個地方交換電子 都打得清清楚楚 所以 他只會來幣 剛開始我說 哎呀 那這個顧問人怎麼辦 這個 去交換電子 大家都跟我說 這個是惡理機 欸 他做得漂漂亮亮 結果呢 不一定要限制在加油站 所有的CML這些 都要他來 做什麼 電子交換點 因為呢 去交換電子的同時 身份滿被他會 消費一下 所以又帶來客戶 所以 先別人說 你來啊 不用付什麼錢 因為你會幫我帶來新的客戶 那你可以看到 共發雙面 而且 深入 到了就跟你唱 深入怪的歌給你聽 而且呢 因為像我們的陸館都有 這一個所謂的open data 所有發生事故的地方 都知道 陸禮不行 他會提醒你 這個地方 喔 有事故 提醒你開辦一點 你說歐落心 這個就是提供價值的服務 所以他是智慧外服務 他不是在賣 這樣 變動機推 他是提供一個智慧外服務 所以你可以看到 現在他賣到哪裡去 賣到 德國某林 我到德國某林 摩斯 跟他來一起 合作 然後一條年輕 在那邊 台灣民眾會 然後我去跟他們談 他們 摩斯這個激發 對台灣的高某林 一個肯定 那在高某林灣的這個大會的時候 這個我們的高某林 在華厚巴里 也獲得很好聽 現在呢 在那邊的量子出來 那日本人在跟他談 那荷蘭也在談 整個呢 都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是台灣人 在傳統產業 從製造業 往服務化 這個在升級轉型 那緊接著呢 可以看到 我們的 這一個 我禮拜五 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六 要來的時候 我陪總統去看 我們KESTA最核心的公務商 富田 他做KESTA 電動車裡面的動力系統 那動力系統呢 已經在KESTA裡面 在高速公路已經跑13年 我去年我到日本 HINO 去跟他們談合作 今年的HINO 進來了 時間就跟富田談 HINO說 我車子OK 但是呢 我們過去是發展 油車 柴油車 跟汽油車 HINO 是在大貨車很厲害 但是呢 在電動化 對他們來說是陌生的 所以呢 就來跟我們朋友做 然後呢 在這個 上個禮拜六 都過去看說 欸 那邊有一個用防護 把它包起來 這一塊 這個是什麼 富田呢 總經理說 包括總統 就是HINO的車子 7月 要跟我們合作 電動大包 的這個車子 進來了 然後在裝上 我們的動機系統 就可以來上移 那這個部分 台灣 一年 大概有一千條 的這些客運業 要把台灣 電動化 變成電動大包 讓我們改善我們的空氣品質 十年大概一萬六 那利用這個機會 來給我們的產業 去練習 建立我們電動大包這個 我們四百千 Ecosystem 起來 那你可以看到 像 這一種 可以看到 像 日本 TINO他也清楚說 車 這樣可以 動力系統 被它折射 那現在呢 現在 我們的富田 它又把 馬達 馬達 再加 Driven 控制 再加 辨識系統 再加 插識 整個 變成一個 Module 那 起來做系統整 更有競爭力 那這樣 就帥開 為了競爭對手 所以 你可以看到 PSD 最貴的 X Model 跟 S Model 是台灣做的 那 這一個 Model 3 這個就由日本 這個 評價 就由日本來做 那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 都是台灣 的這些 產業 默默的 在做 升級專系 那我 剛剛呢 就 下了飛機 我就讓 一兩 去跟 我們 這一個 團隊系 團隊 他 很用心 他 撥了一個小時 15分鐘 跟我們好好看 因為 台灣的這些 團隊 今天來了 30個人 跟他 在談 談什麼 在 AVIDIA 這樣的一個 AI的架構下 因為要談出 supercomputer 它的速度 它的速度 30倍快 那這個 不會在AI最重要 這個 快速 你在 深度 收到 那個時間 然後就可以 能夠做 智慧化 最佳化 警車 可以看到 台灣 用這個在做什麼 可以看到 我們的化學工廠 用人工智慧 去做 化學鐵盤的表現 我們的 紡織 藍枕 用人工智慧 去做 補色 Otima 最佳化 我們的 攻擊機 用人工智慧 去做 易砲 我們的 你可以看到 PSR 電動車裡面的 電視 是帕拉索尼克的 但是 同胞 是長存同胞 不是用這個 Google的同胞 長存同胞裡面的 這個 所謂 日月派的 這些 瑕疵簡稱 就是 靠入黑暗光 所以 你可以看到 我們就是 透過這樣 同胞 帕拉索尼克 不得不 用台灣的 長存同胞 不用他 自己 日本人的同胞 這個都是台灣的 產業 利用這一波 我們 工業4.0的同時 再加上 AI 能工智慧 來提升 產業的升級轉型 提升 它的 競爭力 那現在 我們在談 工業4.0 從 Ice 到 PASS 到 SARS 應用 我們要 臺灣的 中小企業 有競爭力 我們就 幫他開發 這樣的一個公版平台 平台 平台 讓中小企業 那一天 我別裝入去 看這些工具機 我就問說 Smart Bus Smart Machine Bus 一個多少錢 我們一個都問 華人 還有民間 這些 我為什麼要去做這個Smart Machine Bus 大家有沒有想到 我們過去 我們四位電視 起來的時候 我們家的電視 還是Analog 所以要接 必須康田 接不起來 是不是有一個Smart Bus 大家還沒印象 基障 那我們就 怎麼樣 我們要依依我們的中小企業的Machine 在過渡時機 那些Analog的信號沒辦法 那個的話 是不是有一個Smart Machine Bus 來過渡 這個想出來以後呢 我去展覽的時候 裴總統 我就問 每一家都在問價錢 總統 我說那你 我是搞經濟的 就是基金計較 你這個價錢成本 就是關係到你的競爭力 結果開發出來 有四萬塊的 也有八萬塊的 也有二十萬 就是它的整個的價格 主要成分不一樣 世衛化的成分不一樣 所以我們這一波呢 幫我們的產業在 世衛化的 這個路上 中小企業 稍來不照 先從自動化 往世衛化 那世衛化 在你的腳步 就往世衛化 來讓我們的產業 來度過 這樣的一個世衛實戰 來臨的一個挑戰 所以我跟華人軍官 又來談了一下 他把我們這三十幾位 華人的 還有這些 ID業者 都丟來這裡聯繫 三天 他跟我談說 誒部長 一個小時 差不多了 我趕快要回去會場 跟那三十位 台灣的這些年輕的 好好的交流 腦力巨大 然後大家一起來想出 我們如何提升競爭力 所以他就放了幾個東西給我看 第一個呢 就是 GAME這一塊 遊戲 遊戲 那這個遊戲呢 已經把它呢 透過他的這個平台 的運算的速度 變成像一個寶貝一樣 在看電影一樣 這個部分的後期 我跟你這樣講說 我們在談 Digital context 搞得那麼痛苦 搞得很痛苦 我們還要來看看 如何借著這個部分 來提升 我們在 世衛店 YAM這一塊 動畫這一塊 NM這一塊 來提升 競爭力 那第二個呢 就是 在談到 經濟的這一塊 德巴黎的這一塊 這一塊 過去都是 翻譯的 西門市的 ADPV的 Yes! How are 那 與是一樣 透過他的這個 快速預算 裡面的最佳化的 技術會 改變 機器人的生態 那你可以看到 國內之家做器人的 你在派 派專家 連工程師來 所以這就是 Emilia第一次 把他的工程師 跟台灣的工程師 直接回接 這是一個 他說 有史以來的第一次 可以說他 展現的誠意 共能一群合作人 而且 N禮拜你 企業要跟他談 可以看到呢 台灣的產業界 跟系統的產業界 極密的結合 再來 迎接世衛時代 來臨 我們一起 共穿雙利 抱歉 感謝大家 的鼓勵 謝謝 感謝 跟 Rand斯 camera 大家 看到 2 5 2 3 4 godt